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透社专访时提及了台海局势以及恶物战争 尹锡悦表示台海之所以会有这些紧张局势 是因为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 台湾问题不仅是两岸问题 也是全球性的议题 而尹锡悦一改过去对乌克兰的态度 首度暗示南韩正考虑金援乌克兰 如同南韩在韩战之后接受了国际援助 对此俄罗斯呛说 军援乌克兰是同参战 警告南韩不要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否则俄罗斯可以回进首尔提供武器给北韩 菲律宾国防部长亲自证实 要是打仗了如何撤离15万名侨民市首要考量 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新的演说 更是把台湾形容成当今最危险的冲突点 呼吁各方冷静避免战争 美国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 除了设时弹还演练怎么处理大规模伤亡状况 地点就在距离台湾400公里的海军基地 基因尼传出由你撤侨计划 现在菲律宾国防部长也证实 如果共军武力犯台 可能把在台菲律宾人撤到指定战略据点 担心他还开战的还有新加坡 李显龙国会演说提台湾 认为美中关系短期很难回温 就怕误判台海擦枪走火 和平反战挂嘴边 前文化部长龙印台投书纽约时报 提到台海问题让朋友之间反目 台湾应该走出美中对立 用务实的态度和大陆和解 文章最后龙印台说 明年国民党政选两岸关系可能缓解 至于民进党赢就很难说 显然对2024表态了 不过这样的观点不是所有人都认同 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态度强硬 接受卫报访问时说 他完全不同意台海是中国大陆内政问题 TPS新闻综合报导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9日在国会回顾 这一次中国行表示 德国将中国定位为伙伴竞争者和体制对手 可惜此行的印象是中国大陆越来越成为欧洲的体制对手 贝尔伯克直言中国不仅对外更强硬和具攻击性 对内的压迫程度更胜一望 部分程度超乎震惊 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应该尽可能合作 不过德国得告别天真的想法 对于大陆环台军演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针对在野党议员询问如何支持台湾时 贝尔伯克表示最好的方法是公开对台海稳定表达忧心 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德国的目标 台海现状不应单方面改变更不能使用武力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周三提议 调高现行债务上限的门槛 或将债务上限截止日期延后 美国总统拜登对这项建议则是言辞批评 拜登政府如果不提高举债上限 恐怕导致美国出现首次债务违约 引发全秀性的金融危机 因此共和党提出了计划将债务上限再提高1.5兆美元 或是延后到明年3月底 并且限制联邦支出 强调能让美国政府未来10年节省4兆美元 但拜登抨击麦卡锡的策略非常危险 认为不应该放任美债违约 而是需要降低成本以及减少赤字 展开对谈 接下来关心福斯电视台相关的消息 因为之前他们控告了多名尼加的公司 主要是因为他们舞弊了 事后其实证实一切是子虚无有的 当然投票公司也愤了对福斯提出了诽谤告诉 也求偿了16亿的美金 而在周围的时候法院开庭 福斯新闻律师当庭是和解了与控方协商之后 同意支付7.8亿美元的和解金 创下美国史上媒体诽谤案最高的和解金记录 美国福斯新闻为2020年选举舞弊的不实报道 付出天价和解金 7.8亿美元 福斯新闻在2020选举期间 指控投票系统公司多名尼恩有舞弊情势 事后证明一切子虚无有 而且证据显示福斯新闻内部明明知道是谎言 却还继续报道 近日福斯集团大老板梅多也坦承新闻造假 多名尼恩投票公司商誉蒙受重大损失 凤而对福斯提出诽谤告诉 并求偿16亿美金 周二法院开庭 福斯新闻律师团进入法院 正当陪审团要听取律师开场陈述时 法官突然宣布休庭 福斯与投票系统公司最后达成7亿8750万美元的和解金 虽然只有多名尼恩要求的一半 但已经是美国史上媒体诽谤案中最高的和解金 福斯律师团布出法院后快闪 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福斯新闻稍后发表声明 承认对多名尼恩公司的报道某些地方不实 不过福斯新闻的主播群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公开承认错误 专家分析福斯为了避免审判过程中 造假证据被公开后会冲击福斯新闻的公信力 因此决定赔钱止损 美国企业对抗政治势力压迫 迪士尼是另一个鲜明的案例 共和党政治明星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去年和迪士尼杠上 因为迪士尼公开反对他的政策 禁止小学对三年级以下的学生谈论同性恋议题 德桑提斯为报复迪士尼 立法剥夺迪士尼佛州乐园土地的自治权 但迪士尼董事会后来投票又夺回了自治权 德桑提斯不甘示弱 扬言要增税 还要在奥兰多迪士尼旁改做监狱 此话一出引来舆论批德桑提斯好大的官威 他的幕僚立刻澄清州长是在开玩笑 前总统川普也对这位党内初选对手开炮 批评德桑提斯是在作秀 却被迪士尼彻底击败 共和党内部也不支持德桑提斯的做法 认为违背了共和党挺企业的传统 去年11月德桑提斯以近六成选票赢得连任 外界不免怀疑高人气使他犯了政治大头症 只不过他可能调错对象了 商场老将川普推测 迪士尼下一步会使出撤资和脱产的杀手舰 德桑提斯要是不收手 佛州将失去一只金鸡木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台基电即将公布 手机财报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预计第一季净力下滑可能达到百分之五 分析认为半导体需求量可能在下半年出现反弹 但中方对美国金片禁令的报复战略将会是一大隐忧 专家认为中国大陆网络安全主管机关 正在审核美光科技的产品 对于西方企业将展开更多的调查 也让台基电的风险逐渐攀升 金片战争的作者Chris Miller也认为 北京当局可能透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技术进口壁垒 要求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企业必须采用当地的国产零件 这将对于台基电造成很大的伤害 一连中国大陆手机制造商采用国内晶片或自行开发晶片 将迫使向是高通等企业大砍台基电的订单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报道 意大利官员暗示并已取消加入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希望获得台湾供应半导体的承诺 意大利工业部的官员近期在台北开会 讨论了加强半导体生产和出口的合作计划 一股官员向台湾方面透露 意大利或许会取消加入一带一路 不过最终的决定仍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手上 目前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根据中意双方的合作案 如果意大利没有决定退出 协议将在2024自动延续 由于欧盟正试图在中方带来的经济效益 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因此意大利对于一带一路的决定 也备受外界的关注 中国大陆公告对台展开贸易壁垒调查 外界也关注是否影响到了ECFA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就指出 如果终止将造成双方损失 也破坏两岸关系 沃斯泰政府也指出 现在是台美关系的最佳时刻 总统干脆在美台的商会上 直接喊话下一步希望推动 签署全面的FTA 趁着美国商会晚宴 总统当着AIT主席 罗森伯格的面 喊话台美签署全面FTA 直接说了大白话 或许也是跟总统自认 现在是台美关系最佳时刻有关 毕竟现在还有美国21名议员联署 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今年由美方主办的APEC领袖会议 应该要请蔡总统 有关于我们参加APEC 有常年的这个做法 那我们也依照APEC相关的这些惯例 已经参与了很多年 而且参与的方式都是非常的活耀 但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关系 李显龙市井 指美中最危险的潜在冲突 这点是台湾 我们尊重李总理他的说法 我相信他可能是针对有台湾的客人过去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达 但是我也愿意相信这样的话 其实也是讲给北京听的 也很希望说解铃海去西铃人 目前被公认为世界的 在印太地区的唯一麻烦制造者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蔡政府的政策是完全的就是偏到压单边 我不好意思说算是把弄的一个棋子 哪来对抗这个中国这个强权 不过确实中国商务部的公告 将对台湾展开贸易壁垒调查 外界关注是不是影响到ECFA 邱泰三就指如果终止 将造成双方损失破坏两岸关系 只怕在两岸关系的紧张下 商业也受到影响 TVB新闻乌克云里斯恒泰报道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了2023年 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显示印度人口将达到14亿2860万人 将取代中国大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虽然印度有着人口红利 但社会结构失衡成了后续的挑战 除了要解决贫穷问题 创造就业的速度就担心赶不上人口增幅 你没有看错 14亿2860万就是联合国预估 印度到了2023年终将拥有的人口总数 印度等于超越中国大陆的 14亿2570万人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印度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 只是这样的人口红利对印度人来说又是一大隐忧 印度社会早已挑战重重 包含基础设施落后 女性就业倒数还有贫穷问题 年轻人未来找工作会越来越难 举例来说印度最年轻也最贫穷的比哈尔邦 每年高达65万人增强约700个公务员铁饭碗 录取率等于只有0.1% I'm happy to say Even if I have to sell my fields to educate her I will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she'll have to face is the country's growing population Their stiff competition, Singh tells me Indu农民坦言杨小孩在苦 也无法想象孩子长大后将面临的恐怖竞争 同时间印度其实也还是有高龄化问题 聯合国分析印度人口之所以能够超越中国大陆 主要是基于大陆生育率下降 而预估印度人口到了2050年都会继续增长 只是全球人口呈现两极化趋势 某些地区还得靠发钱催生 该怎么因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失衡 才是最大难题 与新闻做不到 自从第一线时间线上联系的是 TVBS助韩特约记者杨潜好 潜好你好 今天和各位TVBS观众大家午安 今年是韩美同盟70周年 南韩全国经济人联合会 它公布了最新民调 高达65%的受访者是表示 没有韩美同盟 南韩就无法成为经济强国 而近九成的人是相信 美国应该是南韩最先合作的对象 但其实总统尹锡悦在国内的支持率 向来是很低迷的 之前公布二战征用公培场的方案 有近六成的南韩人是表达不满 认为尹锡悦对于日本是投诚的 那最近又爆出了总统府被美国窃听 尹锡悦最新的支持率更是跌破了三成 相情交给钱豪 好我们现在看这一份由全国经济人联合会 委托实施并于4月16号所公布的民调 首先要先跟月听众说明的是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就是由南韩各家财阀 所组成的这个联盟 当被问及最大这个民调里面当被问及 这个如果没有韩美同盟关系 南韩能够成为当今的经济强国吗 有64.6%的民众回应不可能 那回答可能的人只有12%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南韩该优先合作的对象是哪个国家呢 在这个复数选项之内 有89%的民众回答美国 那中国则排名第二 但是比例只有35.2% 其次是日本占23.4% 再来是欧盟占17.5% 那展望往后的韩美关系 有94.6%的南韩民众都认为 要往强化或者是维持关系的方向走 认为应该要 那另外一方面认为要这个缩减 和美国的来往关系的人 只有5.4% 所以您从这份民调 这么多的问题的结果可以看到 提到美国绝大多数的南韩民众 不分党派几乎都是一面倒 可以见到美国在南韩的影响力 有多么庞大 那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美国对于南韩的国家安全 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也让区域局势能够安定下来 这也提供了这个条件 让南韩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经济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份民调所实施的日期 是在4月5号到4月6号之间 隔了一周之后才爆发 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文件泄密案 那以我在南韩的采访和观察的经验 其实我不认为上周爆发的这个泄密案 足以让南韩民众放弃美国 但是很明显的 其实让部分这个反美的主张 或者是社会上 以美的论调开始出现 那此外呢 这个南韩总统府上周的回应 在主张这个文件 这个泄密的文件 必须要进一步确认的同时 又讲说 韩美一致认为 这份文件造假的成分很高 而且还进一步指称 这可能是特定势力 有心的人士在捏造 而且还要求这个在野阵营 不要以此来做文章 诋毁韩美关系 但是过了一周呢 最近你可以发现 这个泄密的这个 美国的官兵被捕了 然后呢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目前这个泄密出来的 这些机密内容呢 很多的成分都是真的 所以呢 南韩政府先前的回应态度 让不管是亲美或反美 或者是以美 还是挺美的民众都不满意 认为呢 这个现在的政府 只顾着要抨击反对派 没有好好的在审视问题 那其实大部分的民众 都很重视 韩美关系 但是对泄密案 政府应对的态度的不满 其实已经反映在 尹熙越总统的支持度上 在这个泄密案爆发后的第四天 在上个星期五 由南韩最行为的民调公司 盖洛普所公布的民调 尹熙越总统的支持度 已经从前一周的31% 下滑到27% 创下半年来最低的记录 而且当被问到 总统施政上 持否定观感的领域 排名第一的是外交 事实上从2月开始 南韩和日本政府和谈 针对过去强制征用功的问题 刚才婷婷有提到 南韩和日本政府 达成了和解 民间就抨击政府 不顾当事人的意愿 只是片面的 要向日本卑躬屈膝 也因此能让民众 对尹熙越总统不满的声浪 就开始出现了 如今美国的国防部 文件泄密案又持续发酵 持续对尹总统 带来负面的影响 就是可以看到 南韩总统尹熙越 这次深陷风暴当中 不过他昨天是首度暗示了 如果乌克兰出现 平民遭到大规模攻击的情况 可能会改变立场 军远乌克兰 那么知道其实这个 是跟南韩的法令 其实是有相违背的 那他也表示呢 台湾议题不只是 中国与台湾之间的问题 就跟北韩一样 是全球性的议题 南韩和国际社会呢 都坚决反对 以武力改变现状 想要请教前好的是 运议军远乌克兰 以及对台海议题的表态 是不是尹熙越下周 因为他要访问华府之前 先对美国示好的表现呢 尹熙越的外交战略又是如何 好 其实这个尹总统 昨天在接受路透社访问 这个内容一公开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在猜测 大部分的观点都是认为 尹总统下个礼拜要访美 所以要先对美国示好 看看能不能够 之后可以强化 让美国也能够加紧的 解决北韩的问题 其实面对上周的 泄密案牵扯出南韩 是不是应该要 直接军援乌克兰 南韩军方一直维持态度 不会将武器提供给 包括乌克兰在内的 这些战争的当事果这样的原则 那我在这个星期日 还向这个南韩国防部的 外媒发言人再次确认 这个立场有没有因为 泄密案发生之后而有所改变 那国防部的外媒发言人 也跟我再次强调没有 但是眼见下周 尹总统就要访美了 这个他昨天在接受 这个路透社专访时就表示 刚刚提醒也提到了 如果乌克兰持续发生 有大规模的民间人士 遭到攻击的话 而且出现大屠杀或者是违反战争法的情况之下 南韩原本的固守 这个只对乌克兰提供人道和财政支援 而且不提供武器的原则 可能很难再维持下去 这话一出外界就纷纷解读了 这个尹总统的立场 可能出现改变了 很可能是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条件 出现变化的情况之下 可能南韩会开始提供杀伤性的武器 给乌克兰了 那看到这样外界的解读 其实南韩总统府在没过几个小时之后 又出来灭火 曾经说这个说法并非是要当场 要立刻去提供这个武器给乌克兰 而是先设想 当乌克兰陷入最糟的情况之下 南韩所能够做出的回应 那目前南韩政府的立场和原则 并没有改变 这个是南韩总统府昨天再次强调的 但是又有总统府的高层人士 又放出了一个诞书 在最糟的情况之下 南韩会不得不介入 那由于这个尹总统我刚刚讲过 他下周就要访美了 他接受专访 讲了这个话 被认为是在向美国示好 很可能是要借此取得美国的信任来换取 往后美国在应对韩半岛问题 特别是北韩问题 能够有更紧密的合作或支援 但是尹总统这个发言举动 其实已经引来了俄罗斯的注意 克里姆林公在昨天晚上也表示 如果韩方开始供应武器 就间接代表韩方在特定的阶段 会介入战争 那另外一方面 俄国驻南韩的大使馆 则是以更为激烈的措辞警告 南韩非常清楚 如果自己决定要参与 乌克兰军事后援集团的话 如果提供这个杀伤性武器的话 将会立刻遭到相当不良的影响 而且会毁坏过去30年 韩俄所发展下来的关系 在韩半岛安保情势的脉络之下 对双边关系会有相当负面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 尹总统在专访当中 还提到了两岸问题 他表示目前台海局势升温 是因为出现有一方 试图借由武力改变现状 而任何以各种力量 来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 国际社会都必须予以反对 这番话我们可以看作是 尹总统从去年5月就任之后 对台海问题 比较明确清晰的立场表述 但是同样会这样讲 仍然可以看作这个是下个礼拜 他为了访美而讨好美国而脱口 另外关注的是 中国北方新一波的沙尘暴 也让日韩感受到了这个影响 4月12号南韩的PM时浓度 更是飙到今年的新高 从现在一直到5月份 都是沙尘暴高发性的季节 南韩民众的日常生活要怎么防范呢 从中国扩散日韩的沙尘暴之乱 如今居然演变成了两国舆论的口水战 相信要继续的请教前浩 好 其实到上周为止 南韩全国的空污的情况都相当严重 有好几天空气中的PM10 这个维力的浓度都超过 每立方公尺150维克 达到非常糟糕的等级 这个细旋浮维力PM2.5 PM2.5 也超过每立方公尺75维克 那你如果一般在街上去询问南韩民众的话 他们都会抱怨 这个严重的空污是从中国飘过来 或者是从中国造成的 事实上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的 这个2020年到2021年期间 中国华北还有东北地区的工厂 在没有运转的情况之下 其实南韩空污的日数明显的大减 但是随着疫情放缓的 这两年又开始严重起来的 然后再加上又平常春季有沙尘暴过来 所以南韩媒体在过去两周 都以来自中国最糟糕的悬浮为例 这样子的标题来报道 但是中国方面对于这番说法 则强烈的反驳 在4月13号这个环球时报 就有报道指出 部分南韩的媒体正在炒作 沙尘暴起源于中国 还有造成灾难这样子的煽动性的说法 而且中方还提醒 不少沙尘暴的天气源自中国境外 而不是中国本身 中国只是途径站 所以要求媒体不应该大量的炒作 而且强调中国近来对于沙尘暴 还有沙漠化的防治 已经有明显的成效了 事实上在过去 从文在寅总统任内开始 南韩和中国两国的环境部门的官员 就已经开始要针对 如何合作改善空污的问题 开会协商 但是都没有达到具体的成果 而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又陷入了停摆 去年政风寒中建交30周年 双方的环境部门高层 终于又展开了一次视讯的会议 但是却也只确立了 防治空污政策技术交流 还有碳中和宇温实际体 减低排放政策交流 这样很笼统 很不明确 非常粗略的这样的结果 所以目前都还没有进展到细部的策略研逆 南韩国务总理韩德珠在本月初就表示 面对空污的情况日需严重 特别是为了要保护学童的安全 如果必要的话 南韩各地方政府可以视情况 让各级学校停课或者是缩减上课时间 同时也会知会 比如说如果有各种体育赛事要举行 会先知会主办方或者是参与者 提醒目前空污的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如期举办 或者是要采取其他的因应措施 只是如果学校缩短上课时间或者是停课 受到影响的不是只有学童 还有更严重的是学童的家长 要怎么样再找时间或者是找人力资源去脱婴 脱儿脱婴 同时其实不是只有小朋友 成人也包括在空污的受害范围之内 所以目前唯一能够做到的方法就是戴口罩 或者是减少外出 好在这个星期开始 南韩的空污已经明显的好转了 未来就必须要紧定 随着这个疫情减轻加上中国 我刚刚提到了 为了要加强经济发展 地方上很多的工厂 大规模的长时间的运软的话 这样子会不会要造成空污的恶化 这是未来我们要持续关注下去的 确实空污议题也希望 我们助韩的特约记者良心豪可以多多保证 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更多的详性观察 谢谢我们下周见 接下来持续关心南韩 有一种租方式被称之为传世租房 只需要是在入住之前付一笔巨额的保证金 最高可能是房价的八成 退租的时候房东会把这笔保证金全额退还 不过现在南韩也传出了传世诈欺猖狂 有不少年轻人因此被坑 在首尔仁川首都村一带 拥有2700多套公寓 当地人称建筑王的男性建商 二月份遭到南韩警方逮捕到案 他涉嫌私吞房客保证金 初步调查结果受害规模至少500亿韩元 折合台币11.5亿 绝大部分受害者都是20 30多岁年轻人 损失金额动辄9000万韩元 约台币200万 已经相当于是全部身家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 有三人选择走上绝路 越来越多受害者出面 组成联盟自救 诈骗案源于南韩特有的传世租房模式 房客不需要越缴房租 而是在入住之前 支付相当于总房价25%到80%的巨额保证金 获得免费租住的权利 房东收到保证金之后 可以进行各项投资 透过投资的获利充当房租 而在租期届满之后 必须将保证金全额退还给房客 看似双赢的传世租房模式 在南韩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 如今却成为租客的噩梦 当房价下跌 房东断失资金链 便难以偿还保证金 有人吸着巨款潜逃无踪 也有人不堪压力轻生 名下房产遭到拍卖时 又优先偿还基欠税务 租客们根本求偿无门 类似的案件随着南韩房市崩跌层出不穷 光是2022年 南韩就发生2073起船市房保证金被吞案 南韩政府从去年9月份开始加强租赁住宅监管 前后更次次修法 颁布21项新对策 包含开放房客查阅房东纳税记录 并修改房屋偿还债务的优先顺位 希望能够让房客尽量追回保证金 但人事治标不知本 南韩经济学者观察认为 当前案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推过南韩今年还会发生更多 且规模更大的船市诈骗 损失规模上看一兆八千亿韩元 将近台币413亿 船市房租户近七成都是南韩年轻人 为社会最重要消费群体 却面临着债台高筑的无望之灾 也让南韩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南韩政府蜡烛多头烧 因为新冠疫情赤字大增 突破一千兆韩元的国家债务 也是当务之急 总统尹齐悦点名前朝文在寅政府 宽松撒币的财政支出 如今将痛苦转嫁给了下一代 只是南韩国会着手处理财政准则法案 只是嘲笑也大的问题 让影席月施政始终摆脱不了 受撤肘的困境 通膨状况也还没有明显改善 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为了缓解民生焦虑 南韩财政部警记影席月要求苦民所苦 决定将现行燃油税下调的优惠 再延长四个月到八月份 但南韩劳动部针对上调最低时薪的声浪 还来不及消化 劳资双方代表常识对立 南韩2024年最低工资委员会收场谈判 18号已失败告终 也预告接下来的坎坷一生 民生经济困顿 每日外交问题又接二连三 南韩总统影席月就值下个月将满一周年 最新施政满意度已经跌到33% 内阁是否改组也成为关注焦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来关心西下话题 不只台湾有豪大雨 中国大陆的华南一带也出现剧烈天气 江西淹水之外 香港遭受到强风侵袭 有轿车被高处坠落的太阳能板砸毁 另外在广东则是强降雨加上大风 露树和户外的帐篷被吹倒 在时期雷雨大风横扫下 19号广东街头大型帐篷一秒被吹先 铁架塑胶等杂物向四周喷射 站都站不稳的行人吓得急忙躲避 经不起强风的还有街上大树 在强风暴雨下整个段 砸毁多辆轿车 还有驾驶车开一半 路数突然倒在眼前 行车记录器拍下惊险瞬间 福建南平18号也降下暴雨 当晚雷电击中一所学校旁的变压器 冒出吓人火花 当下夜空还瞬间变成亮紫色 雷急事件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福建雷震雨大约持续了半小时 镜头再换到香港 多地也发生天气灾害 19号上午 轿车行进屯门青云路时 被一座大风刮落的太阳能板击中车头 轿车挡风玻璃和车头严重毁损 没人受伤 但在沙田镇街 一座天桥尾板被强风吹翻后 砸向舞女一南 其中四人被送往医院 天文台10点15分 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中环天色就好像入黑一样 乌云密布 车都要亮起车头灯 大陆华南一带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 多地刮起大风降下暴雨 浙江温州海域一艘船只 疑似受到气候影响沉没 六人落水 在路过渔船船员协助下才脱困 另外在江西18号开始降下暴雨 部分地区民宅淹水超过两公尺 警察获报超过40户民众受困 TVBS新闻谢谢新丽明珍 综合报导 如春以来最强的春雨持续发威 台湾中部以北地区 从昨晚到现在都很有感 治灾降雨造成很多地方出现灾情 像苗栗多数摊放淹水 而双北市区降雨量 也超过100毫米以上 预估今天的降雨热区 会逐渐往南部移 像嘉义台南沟雄都要准备好 若春来的最强一波春雨报道 中部以北地区已经被大雨连夜轰炸 尤其苗栗还出现治灾性的雨势 要特别提醒南台湾的大家 雨不是还没有下 目前在沿海地区 已经有一些对流的发展 因此今天包含嘉义 台南高雄屏东 也会出现剧烈降雨 大雨狂下 中部以北已经湿了一个晚上 治灾降雨有多可怕 截至上午9点半苗栗泰安 一天半下了374毫米 市区也有将近300毫米 其他县市其实也都累积 1到200毫米以上 异常降雨也让气象局 针对嘉义以北都发布大雨豪雨特报 甚至苗栗山区是大豪雨特报 这波封面所造成最明显的雨势 大致上会落在今天的白天 而到了今天晚间之后 会有逐渐趋缓的趋势 那以今天的白天来讲的话 其实整体的降雨的热区 有逐渐的往南移动的趋势 那我们北台湾这个地方 还是要稍微留意 目前的雨势已经相当明显 而今天的上半天都还是会持续 有这种比较明显的雨势 气象局提醒中部地区之外 南台湾今天也有明显雨势出现 看看回波图 西半部沿岸地区开始有回波出现 一旦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发展 天气就会有明显变化 当然降雨的另一个角度 水利鼠预估 19号上午7点到20号上午7点 全台预估水库进账量达1912万吨 石门水库290万吨 宝山宝二270万吨 中台湾永和山170万吨 明德100万吨 鲤潭进账500万吨 德基230万吨 日月潭也有130万吨 等今天一整天雨下到明天 水库进上量会更惊人 未来天气也要关注热带扰动发展 已经成型的TD02 有机会在晚间或21号白天 宣为今年第1号台风珊瑚 不过就算要影响台湾 也还有段时间 眼前先注意封面暴雨 日月新闻张敏如 钟云伦日台北报道 南部地区在20日中午以前 是没有明显的雨势 但是市区还是传出局部积水的灾情 甚至一度造成上班车流塞住 屏東地区降雨量更少 久旱不语也导致居民 无地下水可用 最期盼下大雨的高雄 19号晚间市区短暂降雨 与民众淋湿了一点都不生气 下雨了你刚好被淋到吗 淋很大 淋很大喔 20号凌晨也降雨差不多20分钟 雨势不大 但中正地下道滴挖处却积水 一早警方管制一个车道 也造成上班时间大塞车 排水孔被义务阻塞 经过抽水和清除 在8点10分排除积水 小货车载水来了 从农田运来的灌溉用水 直接抽进住家的水塔 现在如果没有用它的水 一吨这样子 这一桶是一吨 一吨的水差不多400块 刮钱买水在屏東海峰地区可不常见 这里数十年来因为地下水丰沛 多数民生用水都取自地下水 但久未降雨这几天打开水龙头 都是这个样子 一滴水也没有 只好拿着水桶 到水井比较深的邻居家提水 才有办法冲马桶 四十年来从未有过没水用的海峰地区 这一次因为数百日没降雨 出现无水用的窘境 除了买水跟在水解决燃眉之急 自来水接管率仅五成八 公所也将尽速协助用户接管 南部地区严重干旱 这一场春雨 南部迟迟没有足够的雨势 用水依旧吃紧 TVBS新闻 徐季宏 艾昭贤方志诚 屏东高雄 最后报导 欢迎回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瑞典 19日表示 美风希望在今年7月的北约峰会 说服土耳其和匈牙利 同意让瑞典加入北约 为瑞典消除成为会员国的最后障碍 瑞典国防部长强身也表示 希望能在7月峰会前成为北约的一份子 奥斯汀强调美国对瑞典的支持 表示美国国防部已经增加船只访问 及轰炸机部队任务的数量 以及跟瑞典的高层级接触 瑞典也在奥斯汀到访之际 举行2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 极光23 陆海抠一共26000名军人参加 美国也派出了700名陆战队员参与 乌克兰副国防部长表示 乌军在东部的春季大访工已经展开了 CNN记者到前线地区采访 坐车却差一点遭到恶军炮火击中 一度和制作人的车辆失联10秒钟 CNN记者到乌冬前线采访 收到警告将有炮火来袭 赶紧上车离开 然而没多久炮弹就真的落下 炮弹就落在采访小组的两台车之间 记者搭的车辆被爆炸冲击震的跳了一下 吉毛年系坐在后面第二辆车的制作人 询问状况如何 却一直没有收到回答 幸好静默了10秒钟后 无线电终于传来了回音 然后看到第二辆车终于从后方慢慢跟上 最后采访团队全员一起平安撤离 然后来到这间地下室 这是镇上唯一还有水电的地方 生活在地下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它会更加厉害 如果抗战军开始抗战 当然在这一方向 乌克兰副防长表示 俄国正在巴赫姆特加强空中的攻击力道 当地守军日夜遭到炮火密集轰炸 俄军甚至动用了国际禁用的武器零弹 现在乌军在巴赫姆特掌控的地区 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 但乌军的春季反攻行动已经展开 只是不会公开详细的时间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来到白俄边境视察 鼓舞当地部队强化边境地区的防卫 TVBS新闻余思颖综合报道 中轮需求放缓经济疲弱 但全球车用晶片供给回稳 疫情松冷之后 消费力道也走强 让车市也逐渐升温了 运动汽车预估全年台湾汽车销售量约42.5万 核泰车也预估4月 车市将比去年同期成长8% 或许民众想要买车要等上半年以上 但现在订单也都在消化 台北港被禁后车停满的盛况 预计会闯现 这台车的特色它配备很齐全 而且价格优惠 展示间不乏民众来赏车 但最高一个月单月就卖了6000多台 像这款国产车最快两个月就能交货 刚好要换新车的民众马上买单 去年金片荒嘛 所以要等的车也听说要等很久 但到今年2月 因为我原本的车 还有保值性的时间快到了 那就想说2月份赶快换车 台湾车市持续升温 以荷泰车为例 4月车市的预估是3.8万台 有机会比去年同期增加8%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其实我们政府还一直在 所谓的泰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 持续下去 那这个会到2026年 旧换新的话5万块的补助 第二个是说我们去了解 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民众 尤其是车主 保有他的车辆 已经超过10年 以上的这些 大概有120万 三月份汽车总市场整体买气强劲 部分进口车品牌充足 占比上升到46.6% 一口气增加三成 进口车挂牌数快速增温 其中豪华进口车表现突出 Lexus和特斯拉成为主力 豪华车交车台数 1万2021辆 年增达到50.2% 高级车最近的供应比较好 因为厂家这边有做一些 生产的一个调控 这个监片的部分是 感觉上稍微缓解 可是还不是完全的解除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有电车的 这个缺车的这个台数是更多 因为它还有电池上的一个需求 疫情期间民众买车 快的话要等六个月 慢的话要等到两年以上 而最近台北港停放的进口车辆 爆满代交的盛况重现 预期这两个月将迎来 进口车的交车潮 也有望带动后续车市 新车挂牌数大跃进 第一季总挂牌数为11.17万辆 年增7.1% 光是三月就贡献4.4万辆 较二月成长34.6% 年增率也有12% 创下2005年3月以来 同期新高记录 就是国际间整个汽车生产 制造一个产线 以及供应链的一个状况 稍微有所恢复 所以目前看到台北港 也是塞车的一个状况 大量的车辆到港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是 这些欧洲进口来的 这些欧洲品牌的车辆 还是在补2021年 可能缺车的一个订单 瑞银报告显示 全球车市将从2022年的 供不应酬 到2023年下半年 转为供给过剩 达6% 将有约500万辆车 卖不出去 可能爆发新一波价格战 以全球市场的销售数量来看 现在有所谓的产能 多出来500万台的一个量 你丢到这个全球市场的 销售数字的话 大概就是一滴雨下到水库里面 的一个这个感觉 所以有价格战出现 其实现在有点难度 第一季交的车 都是之前的订单 专家认为 今年经济疲态 美欧中南市场 明目利率高 涨息机会不大 通膨持续 潜在车主购买力受到侵蚀 会让车市陷入 供给过剩危机 台湾是出口导向 那我们看到当这个欧美 来的这个订单 其实非常疲弱 非常的这个减少 或是甚至定言的话 那影响到台湾 这个整体的经济表现 所以说等于说 就影响到台湾的 这个一般的消费者 特别是有能力购买 这种进口豪华车的 这一部分的消费者 他的私自购买力 另外电动车的发展动态 也将影响车市销售风向 电动车价格战 已经率先开打 电动车的需求 在整个长期而言 其实还是有 它的这个需求的力道 但是因为短期来看的话 就是说今年终端需求疲弱 那因此今年的这个电动车 我们看到就是说 现在的这些订单 已经显著的下滑 那再来这个下滑 可能就会扩散到 其他的这个燃料车 价格战可能从电动车 延烧到汽柴油车 能否带动需求 刺激市场买气 还要视整体经济表现而定 TVBS新闻 于兴翰王后宇台北采访报道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